今晚你能陪她到底吗 这还用问吗 我是她老公 我不陪你陪啊 入秋了 容易感冒 你注意点 我先把药喝了 谢谢 和入秋应该没关系 那有什么有关系啊 难道和结婚有关啊 没准还真是 是不是因为你们 运动完忘盖被子了呀 你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觉得 她睡觉老抢我被子 我下午就要去 火车站接同事 不陪你了 行不行了你 要不要去医院 没事 打电话给你老公 她开车回来好几个小时 太累了 我喝完药就睡了 快走吧 行吧 那时候先给我发消息啊 嗯 走了 拜拜 十一去医院了 吃药医院了 你要吃药医院干什么 我开车快 你不是喝酒了吗 忘了 那你开吧 你行不行了 走吧 走啊 你带王英东来干什么 我们刚才在一个局上 我喝了酒不能开车 她知道我要过来找你 你根本也不给我机会拒绝 那个 电视网上吧 这哪儿来的 我楼下买的 没事 不聊 哦 那 那你看什么 她弄吧 行 我来 呦 谁又打完了 我去叫护士 你就当这是同事 对你正常的关心就可以了 我怕我用了 她误会我对她有意思 毕竟挺到位的 那是 你好啊 请问一下书业师在哪里啊 你好 书业师的十一换药 十一是吧 你直接跟我走吧 你直接跟我走吧 好 请问一下 坐 睡衣对吧 嗯 你什么时候到的 一分钟之前 来 快坐 怎么样啊 伤还没退 没那么快 就是没行 没律师 你好 你们一起过来的 嗯 怕她因为担心你 开车分心 就和她一起来了 正好明天在上海 见个老朋友 那我们走了 今晚你能陪她到底吗 这还用问吗 我是她老公 我不陪你陪啊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你平时工作忙 我们作为朋友 肯定过来陪她是吧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那我也走了 你去哪儿 你们夫妻俩见到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找地方消遣去呗 拜拜 手那么凉啊 文姓常去的医院 就在这附近 你 我要不要带你过去啊 那边的医生更好一些 嗯 我懒得动 我今天不知道 王一东过来 哦 吃醋了 没有 你离我近一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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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回了家再说吧 嗯 嗯